你先坐 我知道 我的太太是那個 不知道我聽說是陳光琦 他是陳光玉的妹妹 他在光玉 光玉的妹妹就是太多 我長得到光玉 各位笑在台南 他現在在正方的公司 真的喔 有這個正方的經緯 他進展在海洋 航研究所 現在有航研究中心 現在在正方的公司 這樣喔 光明喔 我又不得了 他我是台師 然後做這樣 我是讀財務金融 一樣台到歲月系 台到歲月所 台一當初是財務金融比較熱門 所以我就念財務工程 然後後來在政見公司工作 來新一行當基金經理人 然後那個時候就被高老師騙去 念資訊博士這樣 有說 反正生物資訊嘛 跟財務 對你來講你是數學的 你是統計的 你是飛機資料的 生物資訊的資料 財務資訊的資料 對你來講都一樣 做什麼孩子 所以我當時要高老師 要吹牛說什麼財務 然後說什麼貨幣戰爭 我也沒有要叫我去講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請我 我就覺得比較特別 後來 又有 博士班 生物資訊之後 就在中文院一段時間 後來就 林馬利醫師 教老師說 現在他的資料太多了 現在動不動就是 逼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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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現在我就開始來講 其實我林醫師已經一段時間都沒有出現 現在都是 大陸他都叫我代表他出現公務實驗室的一些問題 基本上這個實驗室就做台灣人的學員 簡單來說台灣人的學員 有關的研究 林醫師其實差不多2001年 才算真正在做台灣人的學員的研究 進展是怎麼做跟輸血有關的東西 那當時有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 在輸血過程當中 你發現台灣人很奇怪 就是很多時候 輸血之後會產生一些不良反應 好像跟一般人比起來 跟日本那邊比起來 跟中國那邊比起來 跟越南那邊比起來 好像產生不良反應的現象特別多 那就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台灣人的學員是誰 有什麼比較特別 那當時就開始想說 先是可以來看看 台灣人的學員跟中國 然後跟日本 跟臨近國家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大概就2001年的時候 林醫師有做一個研究 一個研究就發現 台灣人的學員 就說漢人的學員 其實有南北之分 2001年有發出一個研究報告 說北方漢人跟南方漢人是不一樣的 然後台灣人跟南方漢人比較像 這個報告發出之後 就叫中共的國務院公開譴責 說你在搞分裂 而且分裂不是為了搞台獨 你還在搞中國的南北方獨 就正式譴責 那時候就鬧得也瘋瘋瘋瘋瘋 那可是慢慢的 現在其實 包括中國他們那邊也是 都這樣看 南方跟北方就是不一樣 都沒有辦法 就是不一樣 因為所有科學證據就是這樣指證 然後之後呢 大概2005年的時候 他就做出來就是南刀宇族 就在太平洋的波西尼亞人 然後夏威夷的南刀宇族 他復活節島下的南刀宇族的島 可能是從台灣這邊過去的 跟台灣人之間有血緣關係 跟原住民有血緣關係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大概 證實了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就有一些評論寫說 這是台灣給世界的理由 就說台灣是南刀宇族原鄉 可是最近這幾年 我們實驗室的人 看了更多的意義 我們覺得說 其實不能全然這樣子來講 台灣是所有南刀宇族的原鄉 那個其實是還有必要進一步去討論 然後大概在20014年的時候 2009年的時候 這個又不是我們實驗室做的 我這邊列的就是說 過去跟台灣人的血緣 有關的比較重要的研究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現在也蠻紅的 我們台灣人這麼多人 是一杯小酒 一杯米酒 一杯米酒 一杯米酒就算了 像我阿伯就是了 我爸爸 我老公的 台灣人將近有 將近快四成五的人 一杯米酒就算了 所以有那種案子說 一個老先生 前一天是 臨酒 臨到亂七八糟 那他也乖乖 坐牽車回去 過一天上班的時間 騎我剛才出去 叫我警察殺了 一量 你酒色 不通過 其實就是你的基因異常 這個基因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那個乙醇 乙醇 代謝成乙醇之後 然後在代謝的時候比較慢 乙醇代謝比較慢 所以就造成他那個 那個比較重點 這對台灣其實是 有你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這個 對我們實驗室來講 我們就有一個疑問 全世界比例最高 是在台灣 啊 可是難道也從沒有啊 啊這怎麼解釋 你要說這是中國來的基因嗎 那如果是中國來的基因 應該全世界最高的比例在中國 不應該在台灣 然後日本的話大概四成 然後韓國大概四成 然後中國大概三成到四成 然後台灣是將近快五成 是45% 那這就很難解釋 那基本上我們實驗室的看法是覺得 這跟平埔族可能有一點關係 所以說我們認為 平埔族跟高山原住民可能有一些些差異 然後平埔族可能跟大部分的百岳族 跟米南人各家人 可是在幾千年前其實是有共同主協選 有可能吧 我們是這樣推測的 你說酒後臉龍是說一杯就 一杯啤酒臉就紅 以前說這個比較冷啊 代謝比較快啊 可以多多 以前也會說 一秒五杯六杯糖 應該就比較沒關係 基本上有的人 這可以說 因為基因是一部是你爸爸來 一部是你媽媽來 你如果從老爸來 兩邊都中有這個基因的話 那當然就是一杯就紅 那如果只有一邊而已的話 那可能是兩杯三杯就紅這樣 那如果兩邊都正常的話 只能你不一定 這個還蠻重要的是說 因為世界衛生組織 曾經有一陣子在推廣說 喝紅酒可以預防心臟病 有那樣在推廣 可是這種的推廣就不適合台灣 就不適合台灣 因為台灣以前代謝比較慢 那個其實對身體本來不見得是好事 那也可以說原住民比較老人 原住民比較是比較利 他沒有這個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 在2014年的時候 那個媽祖亮導人的古代DNA 那大概是七千多年前的考古遺憾 然後把他DNA一解碼 那解碼之後就發現 他跟蘭道瑜族好像有關係 好像有關係 那所以媽祖在過去這幾年 他們就不斷的想要去推光光 說媽祖是蘭道瑜族的原相 他們想要去推這個 那其實這個我們 我們有我們的看法 我們覺得不見得是 不見得是一般的認識這樣子 那等一下都還在介紹 然後另外是去年最重要的 這是中研院做的 中研院就證實了 我們實驗室過去 一直在猜的一件事情 就台灣人跟中國的南芒漢人 其實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真的就不一樣 我們會視度的解釋哪裡不一樣 喔 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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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怎樣 你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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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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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老師 你怎麼啦 你怎麼啦 好我們繼續喔 我們現在再繼續 我選 然後現在來介紹說 怎麼用基因來分析人類的歷史 那這個是基本概念 就是這個基本概念知道之後 大概就知道我們會做什麼事情 對啊 那一般這個叫分子人類學 人類的全基因組資訊 這就是林醫師主要提的比較大問題 就是說 基本上人類的染色級就是這樣吧 第一條第二條到23對 然後SY 其中有一個部分比較重要是立腺級 立腺級 立腺級是為你媽媽來的 大家再介紹 那基本上在英國的介紹大學那裡 把所有基因解碼 解碼後就變成 都這樣密密麻麻 GCAT GCAT 擺下來就這樣一個櫃子 差不多這麼高 然後就是人類 一個人的基因解碼就這樣 變成一本就來 都是GCAT 這個資料量就很大 他基本上一個人的 QNG能就差不多3.3GB 3.3GB 基本上就是現在的 現在的硬碟 一台比較大的1TB好了 差不多可以存大概30個人左右 30個人左右的資料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BDATA的問題在那裡 基本上就是說 用基因可以分析很多事情 尤其是這條Y 這條Y是為女子有的 還是老婆傳入小孩 小孩傳入小孩 那就是 都是男性男性的學人 那另外一方是 立腺體 立腺體是在軟子裡面的 那就是說基本上是 像我的立腺體是我們老母來的 每個人的立腺體都是我們老母來的 所以說 為立腺體可以看母系學員 所以一個可以看父系學員 一個可以看母系學員 那學員分析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說 它是 像這種方法 我們剛開始全世界找很多人 像現在大陸分析都是這樣子 說全世界都是找老婆 幾千人還是幾百人來 然後把它的基因定序 然後定序完之後 跟他講就像這樣 像剛才就是一個人 跟我們都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就可以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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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就發現說 這些東西是這兩個比較像 這兩個比較像,這兩個比較像 那就可以推出來他們應該有共同的祖先 共同祖先,共同祖先,共同祖先 然後之後一步一步就可以推上去 這兩群比較像,然後再推上去 這兩群比較像,然後這樣一步一步推上去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全世界所有人 他們之間血緣的遠近之間的關係 那用類似的方法可以分析 像我們分析,立憲體血緣 就是說每一個人,由媽媽來那條 由媽媽來那條,就可以一斬一斬吹起 一斬一斬吹起,一斬一斬吹起 那恆主持,全世界所有人的立憲體 拿來分析之後,發現估計 差不多在14萬年前 一個非洲有一個老母 那老母就是現代所有人的祖母 那你就叫做立憲體夏娃 我就叫立憲體夏娃 那現在這是一個學術名稱 14萬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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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洲 在非洲 在東非,東南非,東非附近 東非附近 比較東非 這是估計 然後同樣的,也有歪欄設計 一樣的方法 歪欄設計兩張差不多是16萬年前 稍微增加 可是那個估計是有誤差 就是說 立憲體亞當 立憲體夏娃 差不多是12萬到16萬年前之間 然後歪欄設計亞當 大概是14萬到18萬年前之間 所以有頂達到 有頂達到 然後跟 閩南人 客家人 然後跟 北方漢人 然後 新加坡華僑 泰國華僑 擺在一起 一起看 然後就發現 台灣的閩南人 客家人 跟新加坡 泰國華僑 比較近 然後跟南方漢人 比較近 然後跟北方漢人 比較遠 然後原住民是在另外一邊 那當初就是 林醫師有說一下 中國的漢人應該有南北方的差異 所以林醫師那時候 第一個概念就覺得 南方漢人的祖先 可能跟北方漢人祖先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認知說 台灣人應該是屬於百岳族的後大 百岳族的後大 百岳族就大概是 三四千年前就認為是在中國東南方的民族 所以說 第一個概念就是 用類似的方法 可以看出 族群族群之間的遠近 然後另外我們就在探討族群起源 像這就是 2004年林醫師走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台灣原住民 這是一種立腺體走 台灣原住民的阿美族 除了阿美族 他的立腺體基因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盡量把阿美族 那這個是泰亞族 阿泰亞 然後這邊是阿美族 阿美族 然後這個是 那個蘭嶼的那個大浩族 然後呢 很奇怪阿 中共這些東西是有族群有血緣關係的 阿封建這一塊跟台灣應該就有關 因為這邊在台灣 這邊在台灣 那這一塊是不是當初也是在台灣 從台灣出去的 所以才會推論 波西米亞人的祖先應該是來自於台灣 就是用這樣推論 推論那個起源 因為很簡單阿 這裡用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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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間不是 都很奇怪 其實 B4A1A是在菲律賓看得到 然後在波西米亞也看得到 然後 就離台灣最近的幾個島 都看得到 B4A1A 所以就這樣推論 B4A1A B4A1A這個血緣 應該是從台灣的 B4A1A出去的 變B4A1A1 那就是還推論說 波西米亞人應該是台灣人的 源自於台灣 然後呢 這起全世界就是 所有在做這方面研究的人 共同做出來的結果 就把全世界所有的 歪欄設計 全部都擺在一起看 然後我們就發現 幾個特殊的現象 發現說 中間這一邊 A B1 都只在非洲有 然後這一塊 非洲以外才有 所以這一塊叫做 Out of Africa 所以說 就會推論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是來自於非洲 就這樣推論出來的 除了非洲之外 看非洲有這些 然後非洲之外沒有 就用這個方式 去推論人類的企業 所以才會 後來就證實一件事情是 歐洲的歐洲人 應該不是尼安德塔人的後代 然後 中國人應該也不是北基人的後代 因為 這個大概是四五萬年前左右 左右 可是北基人是五十萬年前 然後尼安德塔人也是三四十萬年前 所以就覺得 應該是尼安德塔人跟北基人 其實都是直立的 但是不是現在我們講的現代人 所以現在就會講說 人類基本上就是從非洲出來的 那有幾個比較特別的是 第一個就是講的是 這一塊 這是印第安人 QR是在印第安人 然後呢 就是白種人跟黃種人 其實還蠻接近的 還蠻接近的 都是在這個時候分化出來的 分化成一堆是白種人 一邊是黃種人 那中間這一邊吸的這一個 是澳洲的原住民 澳洲的原住民 那這兩個比較特別 這兩個其中你看到一個D這一個 D這一個 D這個就是所謂的 Riguito 矮黑人 小黑人 小黑人 那小黑人 目前的話 在印度旁邊的安曼群島 整個島上都是小黑人 那他們的歪欄射擊 都是屬於D這一個 然後呢 在亞洲地區只有兩個地方有 沒有 菲律賓也有 然後印尼也都有 印尼有 然後菲律賓有 北海道的艾怒族 然後呢 中國也有 中國就是 以前 書上有講過什麼 漢蠻 摩迴上 苗堯 齒槍 齒 白馬族 在西藏邊邊的地方 這個地 所以 小黑人是比較特別的 小黑人現在是最早最早來非洲的 離開非洲之後進到亞洲 然後之後 第二批的其他人 來了亞洲之後 就把小黑人 趕到 邊邊地方去 我們就佔據 後來的人就佔據了 主要的地道 然後矮黑人就被趕到邊邊 所以北海道啊 澳洲啊 然後印尼啊 然後西藏地區啊 就被趕到邊邊去了 那台灣傳說中有矮黑人 那可是我們在歪藍色體是沒有看到的 那不過如果是歪藍色體之外 看其他所有二十二對藍色體的話 是有部分的線索顯示出 的確是矮黑人基因其實在台灣也是有 但比例不高 所以這是基本的就是用基因來看的話 就是這個邏輯來看 那現在就是講就是說 這是都是結果 就是說 經過這二三十年來 然後用基因在研究人類歷史 然後看到結果就是 原則上人類大概就是 從非洲這個地方出來的 那紅色部分就是人最多的時候 大概在十二萬年前 那白色部分是開始有人過來 那這邊是北極圈的冰罩 北極圈冰罩如果太大的話 人就過不去 那你就看最少人是沿著海岸線 沿著海岸線遷徙 然後遷徙到亞洲來 那亞洲當初這時候是連在一起的 那時候叫商的人 就算到大陸 這邊是連在一起 那其實這時候台灣就有人來 估計的 那特別注意一下 中國這一邊的話 其實有兩股力量 一股是從海邊過來的 一族是從喜馬拉雅山路進去的 那這兩個會匯流 然後形成現在的中國人 然後顏色越深了就是人越多的 所以曾經在三四萬年前的時候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 其實是在東來亞大陸 那時候是人是最多的 那其他地區人都很少 那黃河那邊人也很少 那長江也還好 那歐洲那邊其實人也很少 然後之後大概在一萬年前的時候 有些人就進到 跨過百雅海峽 然後到美洲去 所以這是一個動畫圖去呈現 過去這十二萬年來 那人類的遷徙 然後呢 在那個 國家地理頻道有做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是 英國的一個學者 叫Steven Oppenheimer 那是我們實驗室的合作對象 就是林醫師的好朋友 那有做了一個 比較完整的來講 人類遷徙的過程 那故事很像 大概就在十六萬年前 有第一批人從非洲出來 紅色的那個地方 那那個是 立腺體跟歪染色體的祖先 大概在那個地方 大概十六萬年前 然後之後大概在十二萬年前的時候 十二萬年前之前 就這些人只在非洲擴散 只在非洲擴散 然後開始爭論第一個點是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在二十年前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認為 人類離開非洲 應該是從 以色列這邊的這個半島進來 西大半島 可是實際上 實際上看著考古資料 發現是 這邊的考古遺跡比較早 然後這邊考古遺跡 在對岸 葉門這邊就看到了 所以後來推論 人類應該是從 南路這個地方離開 而不是從北路離開 非洲 那人類遷徙的話 就離開非洲之後 接下來都是沿著海岸線走 那為什麼沿著海岸線走 是因為搞好土壇 你海邊那兒 撤蠟子 你如果去山裡面 去森林裡面 其實比較壞土壇 海邊那兒最好土壇 所以最早最早的人 其實是沿著海邊在遷徙 然後看到大河就走進去 所以就有蘇美的文明 然後還有那個 見到喜馬拉雅山 然後長江走進去 黃河走進去 所以就是第一個路線是沿著海岸線走 那第二個路線是沿著大河走進去 那沿著大河走進去 在台灣 在台灣 我跟一些那種 大學生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太能夠理解 會覺得 我走到左水溪 走到淡水溫 一看對面 我就過去就好 可是那在台灣 如果你在長江口 你看不到對面 你在河河口 你看不到對面 那你就沿著河走進去 所以自然而然是這樣子 然後當初這一批走出來 其實應該是矮黑了 應該是矮黑了 那主要就集中在算大大陸 山島 那接下來是七萬四千年的時候 發生一個很大很大的火山爆發 這大概是二十萬年之內 最大的火山爆發 那火山爆發造成的結果 是大概由在印度 跟巴基傘那邊的火山灰 大概將近五公尺高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一批就是全部死掉 就全部死掉 所以人類就變拆成兩邊 一邊在非洲 然後一邊在東南亞的算大大陸這邊 可能有一些人存留著 那存留的其實應該都是屬於 澳洲原住民的祖先 然後部分的是小黑人的祖先 存留在這個地方 那最近的考古資料顯示 就大概這兩年啦 大概2015年 有新的考古資料證實說 他就看到一個火山城的 在考古的第幾層 然後發現應該在那個時候 東非應該是沒有受到影響 沒有受到影響 那因此就有第二次人類的離開非洲 這第二次人類離開非洲 然後第二次人類離開非洲 就是這時候 大部分的現代祖先 其實是在印度這一區出來 印度跟中東這一區分化出來 然後它是兩股力量的匯流 一股力量是原來在東南亞這邊的 矮黑人或是澳洲原民的祖先 他們往回走 另外一種是非洲走出來的 然後重新匯流在中東跟印度那邊 然後之後有部分就往歐洲走 那有部分就繼續往亞洲走 那可是後來新匯流的這一批 在印度新產生這一批的 其實好像在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優越了 所以它後來就很順利的 征服了整個大亞洲地區 所以大亞洲原來的小黑人 然後澳洲原住民都被趕到邊邊去了 之後就大概是五萬年前 然後歐洲就 救世紀時代 然後原來的尼安德塔文就被趕走了 就被趕走 然後 那同樣的 這時候就有三種先民在亞洲地區的 一個是沿著海岸線過來的百越 那百越其實是很大的一個群體啦 一般我們在歐蘭社區看什麼 O1 O2 O3 其實百越是最多的 那百越的先民遺跡 其實日本人他們也認為他們是百越的後黨 他們有些遺跡 那同樣的 百越人也沿著長江 進到四川 所以目前呢 對於四川的那個 四川的那個 八屬文明 就是比較特別的三星 三星對的文明 其實有一些人目前的認知 都覺得這可能是跟百越族是有關的 因為百越族在那個時候的青銅器能力應該是比較強 那另外有一個P就是漢人的祖先 那漢人的祖先其實是在這個時候沿著喜馬拉爾山的山路 進去到西康、四川、雲南的這個地方 然後之後才往北走 所以一般 古代的書裡面在 古代的歷史的時候在講漢人都會講說 漢人其實跟槍人其實是很接近的 是很接近的 像 不管是東周 周人 還是後來的秦人 其實跟槍都很關係 都很密集 那倒是在 亞洲道路的東南變成 主要是百越人 百越人 然後另外有一批就是遊牧民族進來 所以 漢人 就北方漢人的族群的話 其實是這三股力量 結合起來的 那其中的在比例上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發現 那個百越其實是比較多 然後漢腔比較少 那遊牧民比較少 然後慢慢就匯合起來 就有些就往美洲走 那有些就往北歐走 那有些就到中東農業先林 那 那 一般 一般我們 一般有些人認識會覺得說 北歐這一邊的芬蘭啊 還是瑞典啊 瑞士 那個 布洛迪亞那邊的人都是 頭髮都 挪威那邊 就是 金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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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會認為他們巴比娃娃應該跟 呃 歐洲的南部 或是南歐的人應該學上要比較近 其實沒有 他們跟東方的遊牧民族 跟亞洲人的學比較近 比較近 比較近 這樣 然後 這次還蠻特別的 他們反而並不是 並不是從這一塊進去 然後南歐的人反而是中東 農耕先民進來 進來 然後 之後就會進到美洲 所以有這樣的大架構之後 再看台灣會比較清楚 對 那這個是 就是目前就是全世界集合起來 然後對各個不同的學院 然後在全世界的分布點 那其實 大概主要就講兩個 三個點 一個點是最早最早先行路線是 Costle 沿著海岸線走 然後第二個是沿著大河 然後第三個是沿著一些內陸 然後最後最後的話是 最近這一萬年之內的 一般是講四千年 四千年南島羽族 在太平洋擴散出去 這是人類遷復最後段最後段的大事 就是南島羽族的擴散 那也是為什麼台灣在南島羽族擴散 跟現在一般台灣的看法 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般的台灣人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很好啦 就是大家都喜歡把那種 意識形態擺進去 像大家很希望聽到一件事情是 最好是全世界的 人道羽族都從台灣出去 那我們就是南島羽族的原鄉 我們是人道羽族的祖先 這樣大家最開心 這樣最開心 那我們實驗是覺得 這不太好 不太好是因為我們後來更多資料 是我們認為是 其實在一萬多年前的時候 這一邊是連起來的 台灣在這裡跟中國連起來 那那時候這邊人是很多的 人是很多的 然後南島羽族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那有些人就沿著陸路來台灣的 然後之後呢大洪水上來了 然後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當你知道這樣子的大自然變化之後 你實在很難去說 台灣人南島羽族 所有南島羽族是從台灣出去的 那第一個問題 如果所有南島羽族是從台灣出去的 在台灣之前它在哪裡 目前主流的考古學界 他們喜歡的看法是 最好是從中國來的 因為他們認為是從北方來的 因為他們在推的概念是 他們的看法是 有一些考古的佐證說 台灣的小米或是最早最早的小米的耕作 是在長江流域 黃河流域 長江流域那邊開始 那台灣的小米應該也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所以他們的推論都會覺得是 南島羽族應該就是從亞洲北方下來 然後跨過海到台灣 然後這樣台灣擴散到全世界其他區域 這是目前主流的看法 那我們實驗室認為應該不是 然後同樣的在英國在歐洲 其實也有一些實驗室認為說 其實南島羽族應該是從算他大陸 然後沿著海岸線走走走走走走走 有些走來台灣 然後有些是後來在大寒海時代的時候 有些人就從這個地方直接坐船 擴散到各個地方去 應該是雙向的 就是有些南島羽族是從台灣出去的 有些南島羽族 台灣的有些南島羽族 是從別的地方坐船過 這才比較合理 就是說應該是雙向的 不會是單向的 應該是雙向的 那因此就為了說 早期早期在四萬年前的時候 那第一批就是澳洲原住民來了 然後大概在三萬年前的時候 我們現在講就是 百岳族或是南島羽族的共同祖先 那就是O1O2O3這幾個 那他們是沿著算那大陸就走 有些就走來菲律賓這裡 那有些就往北走 然後走到台灣 那有些就往北到日本去的 然後到整個中國的東半島 其實也都有一些O1的這些人 那這些人就應該是百岳族 那有些到台灣來就是南島羽族 然後另外的話在四千年左右 的確是有一批人是從台灣出去的 四千年左右左右是有一批人從台灣出去的 可是這個地方就有點爭議 有點爭議是從語言學來看的話是這樣子的 就是Formosa的language 就是泰亞族啊 然後阿美族啊 然後布隆族啊 他們的語言 然後跟其他南島羽族的語言 合起來看的時候會發現 Formosa的language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台灣以外的其他南島羽族的語言是在這裡 然後他們的語言呢 跟台灣的阿美族是比較像的 所以會從語言的分析推論說 南島羽族應該是從台灣出去 因為都會往這樣推論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發現 似乎因為這一隻 跟其他地區南島羽族比較像的這一隻 其實是就只有阿美 就只有阿美族跟他們最像 其他族其實跟他們沒有那麼像 就只有阿美族 然後包括今年年初的時候 在斐济那邊東疆那邊挖出來 大概是四千年前的考古遺骸 然後DNA經過分析之後 跟台灣的阿美族是最像的 所以應該是阿美族出去 那可是我們實驗室就有去收集阿美族的資料 然後還有包括南羽的亞美 那主要是看亞美 主要是看亞美 那因為亞美呈現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是 在菲律賓跟台灣之間有一個巴丹島 巴丹島 那我們就看到巴丹島的先民 是乎跟南羽的阿美族 然後跟菲律賓其實都有血緣關係 那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事實上 你沒有辦法去得到這種概念 因為這種概念其實反而不太 有些菲律賓的有些原住民是從台灣出去的 然後亞美族是從菲律賓來的 或是巴丹島也是從菲律賓來的 那還有一種概念是這樣子 全部從台灣出去的 那還有第三種概念是 這一個我們認為應該是 另外一種看法 就是巴丹島的人是從菲律賓來的 然後亞美族是從台灣去的 然後菲律賓的原住民是從台灣去的 那事實上我們看到其實 似乎是這個可能性是最高的 這個可能性是最高的 那從基因上來看的話 我們覺得蘭嶼的原住民 不太像是從台灣過去的 不太像是從菲律賓過來的 然後同樣的現象我們也覺得 我們懷疑啦 阿美族應該不是從陸地上過來的 應該是後來才做船來的 可是也沒有辦法去直接去推論 像說有些就很清楚 後來我們現在做實驗室 我們實驗室現在的資料都比較像是 針對個別的特徵 像歪欄設計具有這個特徵的歪欄設計 它比較像是 這都是蘭嶼族的 它比較像是可能是從這個地方到印尼 然後一部分從台灣出去 那同樣的具有這個特徵的 也比較像是這樣子 那有些的話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有些是這樣 然後有些是從台灣出去的 然後年代都不一樣 年代都不一樣 有些我們認為是 簡單講就是說 你很難去直接說 這整個族群是一起 在某個年代的時候 全部一起出去 應該不是這樣子 那是個別個別的不同的選人 在不同的時間點 有不同的流向 所以台灣跟蘭嶼族之間的關係 有部分的蘭嶼族 是從台灣出去的 這是確定的 可是台灣也有一些蘭嶼族 是從菲律賓過來的 這也是確定的 是雙向的 這是我們的看法 可是這種東西就 有給我講 一人都不給我講 所以說 我們原住民也不高興 然後 中國也不高興 大家都不高興 因為 中國那邊 他們 中國那邊很喜歡去講一件事情是 難道也是從中國來的 因為他們是從 因為從考古文化上 他們看到是大部分文化 跟中國東南沿海的文化比較像 其實台灣早期的考古學校都這樣看 因為就是 其實有些是從中國來的考古學校 他們都這樣看 所以他們也喜歡去推 南嶼族是從中國到台灣 然後再從台灣擴散到全世界 然後台灣原住民其實也滿喜歡這個看法 因為這樣就認為 他們是全世界的南嶼族的主線 可是我們實驗室就是 又在做這種政治不正確的事情 所以出去講 就真的都會被人家攻擊 可是 其實也只是那種 很自然而然的邏輯 就是覺得 一切東西應該是雙向的 不太可能是單向的 然後再來再講台灣漢人選 這個可能 我們在座的可能 比較關係這個 因為大家在座的可能應該 有原住民選的應該比較少 可是我們大部分就是 閩南的各家人 那台灣漢人選员的話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看法 是我們畢竟還是跟中國有關係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先了解中國狀態 那中國狀態的話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看的所有資料顯示出來 是其實 目前的中國北方漢人 他大部分的北方漢人 其實說起來他也不是漢人的好感 如果我們把漢人的祖先 定位是這一支的話 其實大部分人也不是這一支的後代 大部分人其實是百月族 從海岸這邊的後代 之後還被征服 被征服 那征服的時代當然就從 春秋末期那時候就被征服了 其實像 應該想像 如果你在看他們的那些歷史故事的話 包括像 沙浙王 他被周武王打敗 其實很大一個關鍵點就是 他在東征 那他東征誰 就東征東 所以其實早期的時候這一邊東征其實一直都在進行 所以其實百月族是很早很早很早就被 就被漢化了 就被漢化 那越北方的被漢化越快 越南方的是越後襲 那另外一塊的北方漢人血有一塊就是 游牧民族進來的 那游牧民族進來的主要應該講說 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朝代 真正屬於這一支建立起來的朝代其實只有到漢朝 漢朝之後的隋唐其實是鮮卑的 他們其實並不是漢人的朝代 那宋的時候其實已經混了亂七八糟了 那民也是混了亂七八糟 所以真正的漢人的朝代 其實就是秦漢這樣而已 如果商跟周也算是的話 其實就到漢 然後漢之後就沒了 然後漢的時候其實也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後來他們把匈奴擊敗了 那擊敗了之後 那個有些匈奴就往內牽 有些匈奴就分散開來 那其實匈奴是一個很強的王朝 他並沒有被打敗 只有有部分的匈奴牽進來 那牽進來之後 其實漢朝皇帝跟匈奴之間是通溫的密切 所以當漢朝滅掉之後 在魏晉南北朝那個時期 那個有一個劉志遠 劉志遠他是匈奴人的後代 可是他其實他就建立後漢政權 可是因為他認為他也是漢倫的後代 因為他是兩邊的王朝的貴族的子孫 所以他在北方那時候 像早期那時候 如果看三國時代的歷史的話 你就發現曹操其實是很防他的 然後後來晉曹也很防他 因為他有很漂亮的皇族血統 那個皇族血統一方面可以號召北方的胡人 一方面也可以號召漢倫 然後他舉起來那個漢倫的旗幟 是比曹操、比季都要來了更正向 所以從那時候看起來 其實在漢朝的末年 就東漢那個時期其實 漢兇其實已經通溫的很厲害了 所以你要說有什麼純的漢倫 這個都是不可能的 不相信的 因為應該都沒有 那這個就是考古的證據顯示出來 是在三千年前的時候的這個地方 歷史上是沒有這個國家的 然後這個大概在2012年的時候出土的古墓 然後古墓裡面大概看到一百多巨的墓葬 然後一百多巨的墓葬分析他們的歪斑射體跟立線體 然後之後把他拿來跟現在的人做比對 然後同時也跟鮮卑匈奴的一個古墓 還有鮮卑的兩個古墓做比對 然後出土的這個三千年前這個墓葬 裡面有些文字 文字記載說這個墓葬是屬於西州的蓬國 可是史書上並沒有這個國家 所以這個國家也就是說 在春秋戰國那個時代其實有很多小國 那歷史上是沒有記載的 是沒有記載的 然後呢就發現現在的北方漢的 跟這些考古資料 一個是匈母的古代的大概兩千多年前的墓葬 另外是鮮卑大概在一千六百年前的墓葬 那他有包括現代的北方少數民族 然後現在的北方漢的 然後現在南方漢的 整個一起來做分析的時候就發現 而且現在的北方漢的 其實跟三千年前的那些墓葬 一百多具的DNA 其實是比較像的 所以可以去推論是現在的北方漢的 他的血緣如果形成一定的特徵的話 這個特徵大概是三千年前就有了 那那個三千年代的特徵 其實應該是漢腔跟百月 這個四度融合下來的結果 然後南方漢人跟南方少數民族就比較像 然後因為有百月的血緣 然後北方漢鄉或是胡人的血緣是比較少的 那現在的北方少數民族 自然然跟匈奴跟鮮卑也比較像 這是自然然的現象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北方漢人跟南方漢人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是比較偏南方漢人 那這時候就來看的是 這個是眾議院做的 在今年 在去年 他們看了大概一萬多個台灣漢人 然後看六十五萬個基因的基因標誌 然後分析下來結果 那分析下來結果 就跟寧靜的其他國家做比對 然後我們就看到是有一個現象 越往上面的越北 越往下面的越南 就是日本的血緣 他們比較像在這一塊 然後北方漢人在這裡 北方漢人就藍色的點 然後南方漢人是綠色的點 然後金族 這是越南的金族 是土綠色的點 然後泰國的太祖是越南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 血緣其實由北到南 是有不同的特徵的 那台灣呢 台灣其實從北南來看的話 其實就比較接近南方的漢人 可是台灣又有個奇怪的現象是 就是如果這個方向可以看出南北 那這個方向是什麼東西 似乎台灣帶有一些特徵 是這些人沒有的 那這些特徵主要在哪裡 主要在閩南人身上 不是在客家人 閩南人有一塊 就藍色這一塊都是閩南人 然後紅色這一塊是客家人 所以中醫院就開始問一個問題 那台灣閩南人帶有這塊基因 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能他們也沒有答案 只是說看到有一塊 就是我們跟中國人不一樣 跟中國人不一樣 然後進一步呢 他就去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就圖顏色啦 就是北方漢人在這裡 南方漢人在這裡 然後台灣人基本上可以分成幾個不同的族群 有些族群跟南方漢人比較像 有些跟北方漢人比較像 那其中七萬這個族群 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樣 那這個做的東西是像這樣做的 就簡單講就像這樣子 這是精英分析 那之前的話可以像這樣子 把他們之間的關係建起來 然後之後可以做 這都是數學人 就是統計在做的事情 就是相像的 我就把它給他相容顏色 你就發現這個位置 0.00的 那跟大家都不一樣的 你就發現黃色的這一個 是只有這三個族群共有的 然後另外呢 藍色是只有這兩個族群共有的 就只有他們一樣 然後他們是一樣 都0.00就一樣 然後給他標上顏色 給他標上顏色 就一樣的標上顏色 然後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是 這條線的 他主要是綠色為主 然後帶有一些藍色 然後這一群的是綠色跟黃色為主 然後黃色是這三群共有的 然後藍色是這兩群共有的 那這一塊為什麼加一個藍色 那就會懷疑是 應該是有一部分少數的人 從這個地方或這個地方圈過來 後來搬過去 就用這種的方式 我們在分析基因的價格 就可以得到一些 看起來可以講故事的東西 可以講故事的東西 所以就中藝院他們就看到T1 大概有15%的 閩南人客家人當中有15%的比例 完全就更加不一樣 那其實指的就是 指的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跟大家都不一樣的一塊 然後那一塊就發現很有趣一個現象 是這一塊的比例 就黃色的這個比例 黃色這個比例 在宜蘭有一部分很少 其實大概15%以內 然後在花蓮跟台東沒有 在南投沒有 然後在西部沿海有 我們實驗室一直在 嘗試的想要去找出一個證據 是台灣人帶有一定的血緣 那個血緣叫做海盜的後代 那中藝院等於就證實我們這件事情 因為這比例就在海邊 就在海邊 然後這些資料 是我們實驗室去收集的資料 林醫師大概在 我們大概在2012年開始 在西部沿海平原的村莊 去收集那種市區在當地 五代六代以上的人 然後就採集他們的立腺體 DNA 歪藍色體來分析 然後分析之後 我們就看到一個很好玩的現象是 台灣的高山原住民 就一般的原住民在這裡 阿美族阿 盧凱阿 亞美阿 他們在這裡 他們是一群比較像的 然後呢 台灣的漢人 就是真正的 就是一般的漢人 一般的漢人 在這裡 就可能從中國來的 或是一般的閩南人和客家人 可是呢 在西部沿海地區的收集的那些族群 是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們把台灣漢人當中搭出兩框 一塊是一般的台灣漢人 一塊是我們特別去找的 西部沿海地區的人 那一區人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跟日本、韓國、北方的漢人不一樣 然後跟平埔族也不太一樣 然後跟高山原住民也不一樣 然後跟台灣漢人有適度的相像 然後平埔族呢 剛好借在中間 平埔族剛好借在中間 所以我們就覺得 其實就 台灣漢人當中有一塊 是蠻特別的 它 你要說它是有平埔族血緣的話 可能又有 因為有部分是跟平埔族有關的 那有部分就是跟中國不一樣 然後跟平埔族跟原住民都不一樣 那那一塊就 其實現在是無法解釋 只是說存在一塊很奇怪的東西 那我們猜應該是 就海大後代 那為什麼說海大後代 其實是這樣子來看的 因為 你看歷史故事 很少會去特別描述 台灣附近周遭的海域 有什麼樣的活動 可是因為台灣旁邊是海 那中國他們不會去描述海的歷史 那台灣海的話 現在考古生據 我們看到一些很想玩的現象是 基本上 五六千年前的時候 就難道一直從台灣出去 這本來就有的 所以幾千年來 幾千年來 其實台灣附近都有難來去去 都有人來去去 不會說 四千多年前的時候 難道一直有辦法做團出去 然後最近這四百年前 就沒有人來 不可能 一定是來來去去 所以我們認為在三四千年前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一群 這是考古資料看到的 玉器跟人群的交流 我們在越南跟在菲律賓 跟在泰國 有看到一些玉 那些玉經過鑑定之後 是從花蓮出去的 然後是三十千年前的玉 就豐田玉 豐田玉 然後另外呢 一兩千年前當然就所謂的有貿易 那貿易其實大概就是 一般講就是說 中國歷史上寫法都說 漢武帝打帆宇 就廣州打下來之後 然後開始進行海上思路貿易活動 可是這個就 我不相信一個內陸民族 突然到海港之後 他就會做海上貿易 一定是那個地方 早就有海上貿易 那他只是撿這個現場的評語而已 那這些人是誰 其實等一下會講跟台灣有很大的關係 那另外就六七百年前 基本上就是 鄭成功阿姆嘛 有那個武裝先鳴 然後就大概明朝的時候 那 就我跟大學生在講弄弄器的時候 因為他們現在很喜歡看日本的歷史 就看日本的戰國時代 什麼德川家綱 武田信玄 然後資田信長 然後還有那個風塵舊棋打一打去 那可是那個時候 他們的武器 就葡萄牙人的那個洋槍 是誰賣給他們的 是一個叫做 一個台灣海盜 叫做 我記得叫什麼 許子還是什麼子 後來在明朝的時候 就是被奇奇光他們打下來的 那個許子 我記得 我忘記他名字 好像是許子吧 還是王子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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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賣槍給日本去倒仗的 所以 早期台灣人是有辦法做全世界軍火生意的 那 可是那個時候做生意其實是 其實他 他不是 不是安全的 所以他必須要有武裝部隊 所以他就是海盜 海盜同時做生意 他才有辦法 要不他就被搶啊 就被搶啊 所以基本上 海商就是 一方面是有武力 然後一方面 他也有 也會做商品 然後 就是 有人去推測 像正成功那個時代 或是之前那個時代 的這一海道 他有日本人 因為一般講 有倭寇嘛 然後有東阿亞的人 然後據說也有黑人 因為有葡萄牙的那個黑槍 有那個神槍手的火槍隊 那是黑人 就是 明朝末年的時候 他們有一批 一批武力部隊是黑人 在廣州那邊的黑人 然後那批是黑人 他就拿葡萄牙神槍 所以有個神槍隊是黑人 那就有問說 那這批人在海上 是用什麼話在跟我講 不可能是日本話 其實目前有些 有些線索都會推論 那個好像是閩南雲 閩南雲 那為什麼是閩南雲 為什麼閩南雲 因為我後來才 現在才比較清楚是 因為主要是看香港的資料 香港他們目前有 因為他們現在有那種港獨的心態 所以他們也想要把他們 香港的民族性搞清楚 跟北方漢的不一樣 然後香港人他們現在研究他們歷史 他研究他們歷史就發現 香港的血緣大概可以分成四種 一種是廣府人 從廣州下來的人 那這批人的話 帶有漢人的血緣 因為他們很有可能在 起死亡時代的時候 就造託 打下難建立難越國的時候 就下來了 所以廣府人 他被漢話的很少 然後另外一批人叫做客家人 然後另外一批人叫 然後另外一批人叫做 所謂的 淡明 淡明是 其實在中國東南沿海都那時候 只在住在 住在海上的 然後不上船 不上 不上地的 不上路 可是他們是 他們並沒有在做生意 他就是在海上生活 那是淡明 然後呢 在香港人的歷史的文物裡面 他們記載是 廣府人是 不出海 是不做生意的 客家人也沒有 閩南人是 到處在做生意的 那閩南人指的是什麼人 指的是 潮州人 因為潮州話 其實就是閩南人 那可是呢 後來的 後來的我們文獻 都會把潮州 寫為是廣東 所以後來就有些人 會認為是說 早期的海道是廣東人 其實不是 早期的海道 不管是林鳳 還是那時候的什麼 林大年什麼 其實是 潮州人 跟廈門人 跟閩南人 其實就閩南人 所以你可以像我看 其實如果他們的 香港的認知 是幾千年來 他們就覺得有一批 閩南人是到處在做生意的 那就是閩南人 那後來的話 廣東人後來也出海 可是廣東人出海 他比較像是 最近在150年 講起來是被閩南人 把他賣到東南亞 去當鼓勵的 他比較像是被賣出去的老公 因為閩南人在做生意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 認知概念 比較認為是 早期的閩南人 他就在中國東南野海做生意 可是他只會在東國東南野海 當然也會來台灣 所以我們認為 應該有不少台灣人 就是那個時候就來台灣 然後可能也到處混血 所以才會產生一個 異於中國北方 異於中國南方 然後異於其他地區的血 那這血是混雜了中東 混雜了歐洲 混雜了非洲 各地的血混在那邊 這比較特別 那這個就是三四千年前的時候 台灣的玉 花蓮的玉 在菲律賓 巴拉瓦 然後印尼 菲律賓 然後越南的這區 然後泰國這一區 那這個是三四千年前的那個玉 就這樣來來去去 那當然是人帶出去的 那這批人應該跟 南刀與足比較有關係 因為他的分布點 跟南刀與足的分布點比較像 比較像 因為他就沒有到越南的北方 那就這批是 越南這邊是有南刀與足的 然後泰國的這一邊也是有南刀與足的 所以他比較跟南刀與足有關係 那你南的或是海盜民族在哪裡 海盜民族其實我們是這樣想的啦 如果這樣看就會覺得 台灣跟中國有 是中國的邊邊 那可是你把他倒過來看 這邊就是一片海啊 然後幾千年來的 航海路線是這樣子的 這樣來來去去的 那我們實驗室有在台灣 四千年前的高谷一海 看到來自東北方的血緣 東北亞的血緣 他不是東南亞的血緣 是東北亞的血緣 所以我們認為在四千年前 其實有東北亞的人在台灣的 然後 感覺上他們好像 比較有錢啦 因為那個墓葬比較特別 那個墓葬是 你會看到是 那個墓葬 有一群看起來像主人 然後另外有一群看起來像是工人 分開來的 那你可以看他在 埋葬的時候 他身旁的 買了些什麼東西 那看那個主人那一邊呢 他身上就有比較多器具 然後工人那邊就只有一個工具 然後工人那個是 是比較像南道語主 因為B4A1A 然後另外這一個 主人這一個是恩納 是北方的東北亞的血緣 所以其實或許 講起來就 講起來就有一點點 你要說四千年前是不是 就有漢人來執民了 其實有可能 就應該也不說漢人啦 尤其就有閩南人 在台灣做殖民的這個事情 在欺負原住民的 其實有可能 那最後的真意是這個啦 這個是故意在亂講 因為台灣現在就很喜歡講一句話 就85%的台灣有原住民血流 那這個萬 這個東西是 就我們也被罵得很長 林醫師又被原住民 因為罵得很不高興了 就也太公平 那其實目前這個議題是 那也曾經被聘過不科學 那個資料是有問題的 那其實那是還好 還好是 如果你真的去看 林醫師當初發在英文 期刊上的那一篇論文 不要看中文的 因為中文就是要寫成 全寫易懂 所以他就挑 挑一些智慧來講 那英文原文裡面是這樣寫的 英文裡面我們發現是 85%的台灣人 原住民學員 可是在英文的原文論文也寫了這個東西 99%的台灣人是帶有 中國學員 不過這個是在2007年08年左右的研究 那是用HON去做的 那個是不用講 那可是重點我們要強一個事情是 是這件事情 台灣人帶有原住民血源 中國人不帶有台灣原住民的血源 是要強調這個差異 因為台灣本身是混血的民族 你要說我沒有混到中國 那不可能 一定是有混 然後大部分人其實也都有混到一些些 那你要講原住民有沒有中國學 你也不能講說有中國學 應該講說台灣的原住民 跟部分的中國人 其實他有共同祖先的血源 那共同祖先的血源 其實就是 就是從東方亞往北走的這一批人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共同的血源 這是本來就有的 差別只差在怎麼分而已 所以重點是我們要強調是這個事實 所以當初的時候我們是發現一個現象 就臨時先發現一個現象 大部分台灣人是帶有原住民血源 那同樣我們也有中國血源 這沒有問題 那可是呢 中國那邊是不會有原住民血源 因為那邊沒有南澳雨滋 也沒有那個南澳雨滋 也沒有那個南澳雨滋 以及都沒有 那可是呢 你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那這個大部分是多少 所以他就做一個很簡單的就是 我就把三個基金加起來 就好 所以算出一個85% 然後就被人家攻擊得很厲害 你說你這個統計上有問題 那可是我後來 我當初也不知道 然後來去實驗室之後 叫我看看 那我看看我說 因為我是念數學出身的 我就覺得這也沒有問題 因為他只是 只是對我來講 這只是 你是用一接微分來估計 那你一接微分就是 你要算的是A或B或C 那你就簡單算法 就是A加B加C 那應該還會扣掉A交集B B交集C 然後B交集A 然後甚至還會加回 A連擊ABC 你要這樣一接二接三接這樣加起來 那可是林醫師他們 畢竟不是念這個 他就很直觀的 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我ABC加起來 就一接嘛 那從我來看 那只是就是數學上 一接二接的差別 你要看到兩個變數 還是要三個變數的差別而已 你要一接就是 個別三個的微分加起來 那兩接就是兩兩相乘的微分加起來 那三接就是三個層起來 加起來 就差別差在這裡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還好 那可惜被人家拿起來 用力的攻擊說 這是偽科學 這是假的 這是做的造假 其實我覺得那不是 那可是沒辦法 因為 攻擊他的人 其實也只有在台灣社會記刊上 寫個文章 然後那個文章 也沒有辦法登到國際記刊去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說 還好我不管他 那可是重點是 我們要強調就是 台灣跟中國南北方 是不一樣的 就重點在這裡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就是結論 就台灣人選人 總括來看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看 原住民其實還是最少來台灣的 可是呢 他們來 並不是說 一萬五千年就全部來了 來之後再也沒人來 不是 應該說最少最少來台灣 應該是一萬五千年 然後應該是走路地過來的 走路地過來的 那這批人我們在猜 我們在猜 跟太陽族 盧凱族 然後周族 比較像 比較像 就是 中部山區的跟北部山區的比較像 然後 南部的原住民應該是比較後期來的 那台灣或是阿美 或是亞美 應該是後期來了 那後期來了 他也有可能是從陸地走 也有可能是坐船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然後呢 的確是有 難道一直從台灣出去 那到波西密亞去 然後到菲兵 然後甚至到馬拉加持架 這個是確定有 確定有 可是也有人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是雙向的 因為幾千年來那個海上交路就是雙向的 不會是單向 然後另外是 就是有些原住民的血緣 其實跟百岳族有關 那指的這一塊是 我是不想用平捕族這個講法 其實指的就是平捕族 平捕族 他除了帶有南島嶼族的血緣之外 我們覺得平捕族 帶有部分的百岳族的血緣 那也是因為平捕族帶有部分的百岳族血緣 才會造成台灣人在那個 以權代謝基因異償的那個比例 是全世界最高 因為就剛好嘛 中國的百岳族有 然後台灣平捕族也有 那兩邊湊在一起 變全世界最高 就這樣 要不然無法解釋 如果百岳族全部 如果平捕族全部都是南島嶼族的話 那台灣不會有那麼高的比例 只會比中國低 那唯一可能就是 台灣本來就有一批的帶有這個基因 然後再加上從中國來的 也帶有這個基因 合起來造成台灣最高 這是比較有可能的推論 然後另外這個是我最近這幾年在做的 因為林醫師一直要問一個問題說 到底我們是百岳族的後代 還是我們是平捕族被漢化 那我後來做的就是 用比較數學的模型去電腦模擬 然後後來得到就是這樣的結論 結果我是看那個環球跑電腦然後跑模擬 然後我發現現象是 其實 一般閩南人客家人身上的血緣 應該可以 我們應該可以這樣看說 一般閩南客家人 如果他是在最近這六代以內才來的 他比較有可能真正是從中國來的 那我是六代以前 就是兩百年以前 他們就宣稱在台灣的 然後可能回去看自己的族譜 也說 阿我們祖公就跟建宣公來 阿來以後就在台灣的 這些應該都是本來在台灣 然後在清朝時候被漢化 可是這個比例有多高 我們不敢講 我們不敢講 但是我們確定的是 就是在台灣人身上 閩南人客家人看到的 比較純的那個中國血緣 經過那種 我是叫做那個連鎖分析之後 應該是在六代裡面 應該六代裡面 所以原則上就是 閩南人客家人當中 有一部分是屬於漢化的百月族 然後是最近這兩百年來台灣的 然後有一批人 應該是被漢化的蘋果族 然後應該是在清朝時候就被漢化 所以他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並沒有被列為漢化 如果你在清朝時期還沒有被漢化 那日本人來的時候 會把你列為漢化或漢化 那那個就很純的 他就會憑捕住 可是有些人是在清朝就被漢化 這歷史上文獻上是有的 因為就像那個 中央院的那個分析裡面 就有蒐集一些案例 就在那個龍潭地區 那有個家族 然後那個家族他說他們是閩南人 他們說他們是閩南人 可是他們的鄰居都說 他們是閩南人 那是閩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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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閩南人 可是他們是生豬肉 可是他們堅持他們是閩南人 可是事實上附近的閩南人說 他們不是閩南人 所以這一批人應該就是在清朝時期被漢化 被漢化 然後原則上我們覺得台灣選舉就很複雜啦 就混雜很多東西 因為那就是會選民主啦 所以就是大致上這個結論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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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一批 對 對 所以 他也能按照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用 250 萬個基因 marker 來做東西 不是只看 Y 染色體, 萬立線體, 或是看蘇選和 A 選體 那比較精確的數字,我自己個人的推估 其實我覺得漢人的選顏大概是 我再猜,這是我自己的推算 就是那個後巨農來看的話,大概是 44% 就是如果你把,你把推估說 在台灣現在的閩南人客家人 然後他是過去這 200 年來 從中國來的閩南人客家人 然後跟當地的台灣的原住民通婚 那那個通婚比例的話會覺得是 在閩南人客家人,台灣 就像一般講在台灣漢人 在台灣漢人身上看到的比例是 55%是來自於蘋果主 44%是來自於閩南人客家人 來自於中國的閩南人客家人 大概是這樣的比例比較接近 可是那指的是說 就是說我身上可能是 45%是中國來的 然後 55%是蘋果主 一定是這樣來看 可是也不能去做任何武斷的這樣去講這個事情 那可是如果在講說 有多少台灣人帶有原住民選人的話 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們只要排除掉那個純漢人的就好 那純漢人的事情好像純漢人 也爸爸媽媽都是漢人的 都是北方來的 而且還叫純漢人 那如果用這樣子來推估的話 其實真的是很低 大概15% 其實就換什麼 就是這樣子很低啊 因為只有萬神裡面才有純漢人 那其他都不是純漢人 那漢人是純的嗎 也不是啊 馬英九 所以那個 等於是林巴利 老師最早的85%就幾乎是 其實差不多是正確的 差不多正確的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不用去 我覺得不用去執著在那個數字 我覺得應該是就是 跳出來看的時候 其實台灣就是一個混在一起的 也很難說我是誰的後代 就像我後來跟我爸媽講 因為我爸媽都認為他們 他們是從 像我媽媽姓康 然後說 我們昨天 你當時應該在北京做館的 所以是經照理 所以有那個皇帝自姓康 然後之後才來台灣 事實上 他們後來覺得他們應該是 是大杜王國的後代 應該是兵母主 基因座雖然是兵部A1A 中國北方沒有兵部A1A 只有台灣才有 大杜王國 就是 一些中國地區有大杜王國 應該是 應該是 對這應該是 請問 台灣 台灣的 那是 這個 米南人跟客家人 的 血的關係 那大概是怎麼看 例如說 那個 香港也好 還是說 他們也有 米南人跟客家人 其實 如果講真正的米南人 客家人 現在不講台灣已經會去 就講真正的米南人客家人 是有差異的 他們都是百岳族的後代 然後是有故人的差異 可是你很像 你 血人上其實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其實不好分 不好分 可是那不好分 有個狀況是說 是在台灣的 米南人客家人 是好分 看到是 有一些米南人 跟客家人 完全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 米南人 跟客家人 很像 在這客家人裡面 沒有看到那種 跟米南人 完全不一樣 所以米南人客家人 現在一般看法都認為 應該是百岳族的後代 那百岳族 因為叫百岳 那百岳其實 它不是一個統一的王國 它是 因為都在 分散在山區裡面的 那有的是分散在海邊的 那在海邊的就會出海做生意 然後在山區的當中就不會 那 這樣子的關係 對不起 這樣子的關係 可以啊 不然到這個地方 東南亞 有 其實你去看東南亞的話 會看到 其實客家人到東南亞的年代 其實跟廣東人大概差不多 它是比米南人往的 比福建人要往的 就一般說好見話的人是比較早 然後講客家人跟廣東話是比較晚 晚才到晚 可是就會洩鬥 所以 漢國 漢人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名詞 因為洩鬥很厲害 連米南人都洩鬥很厲害 所以從來不相信有漢人功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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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比較舒服的事情 一般人都會做選擇分析 但是有一種坊間的傳說的功 叫我出來 對對對 這個人怎麼做 這麼多人 應該是 上的時就沒到 我一時就沒到 那你點我沒有理由 我兩條 我兩條 我一條 這也六條 我請問 怎麼會做平衡是誰認定的 沒有辦法 那個好像 沒有關係 應該沒有關係 我覺得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 來 我是我們來台灣第十代 比你那個六代要找四代 他應該是被漢化的一段 但是我確定 因為我們的第一代祖先 在歷史上有記載 我會有叫王世紀 我們是吉利元的開拓者 所以吉利元我們是大座 那他在康熙三十年來台灣歷史上也有 那在康熙五十年得盡中舉 六十歲中舉 應該是賣 應該是賣 那他賣三十年嗎 那有三十年來 我們家的歷史裡面記載 我們沒有王世紀的生日 但是生成的日子活 但是我們有一世母的生成 所以一世媽應該是對黨的賣 OK 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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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當時是來 拿他進來開墾 所以吉利元是我們出錢開墾 因為在那個 我知道的是那個 司長把台灣打下來之後 然後康熙來台灣之後 他做一件事情 把米蘭人客家人圈回去 圈回去 然後就是都圈了中國去 所以台灣只留下來原住民 還有部分躲在這裡面的人 那再來就是一些 就是有申請當官的 或是有經過官邦許可的 才會出航來台灣 那那個都是比較大的家族 我們是民政滅亡後兩年來 第一次我們有兩次來 第一次來施敗 投資施敗就回去了 又過了大概七八年 又第二次來成城堂 這種就是 比例上很少 這裡面就有一個事情 在九白亞 九白亞是乾隆初年的時候 立的一個牌子 那那個杯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漢藩的介紹 所以我想問你 如果可以開過這裡 然後開水郡 應該也不夠錢 所以應該是會取幾個 原住民的胎兒在丟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林馬利老師在 30年以前 去技能教會演講 我就有跟他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十年前 我就問他說 那台灣的平埔族跟百略也沒有關係 我那個時候問他 因為我所知道的就是說 台灣的海 海平面 是7600年前穩定的 1200 12000年前的時候 台灣跟大陸是連在一起的 那 差不多四百年前 對南方上來的人 有走海岸上來 這我們知道 我想應該這兩個一樣 這樣對 有什麼 那那個時候他沒有給我答案 如果 如果照你今天講的 我大概有一部分答案 但是這裡面又變成有問題 就是說 哪是漢人 哪是說我們台灣人本身就是 南方的漢人 那就是百月從南邊來的 我就明蘭各家 那不是跟平埔族學員一樣嗎 那可是這個不太一樣是在說 平埔 如果是平埔族 我們覺得平埔族 應該是4000年前左右來台灣 我們現在退估 大概4000年左右到台灣來 到台灣來說 他應該跟百月族有共同的祖先 可是4000年前連漢朝也沒有啊 陳秋宗 我的意思就是 那其實基本的學員是一樣的 然後應該這樣講說 在人類到東南亞地區的時候 是混屈在一起 就是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 這個族群後來先分之兩隻 一隻是南道語族 一隻是百月 然後南道語族就是在東南邊 百月別上 然後百月當中大概在4000年前的時候 也不能講百月啦 應該是講說百月的祖先 百月祖先在4000年前 又分成兩批 那其中有一批到台灣來的 你說他是4000年前才來的 應該4000年前左右就來 因為我們是看到的 那不是在12000年前是同一個地方 那個是高山原住民 就是我們的看法啦 就是台灣原住民原則上 高山原住民的血緣 跟平地原住民的血緣 其實還是有一些些差異 那個差異顯示出來是覺得失誤 如果說最早最早的時候 算大大陸的人後來分成兩群 假設分成兩群 一群是南道語族的祖先 然後一群是百月祖的祖先 然後這兩群的時候 曾經在四五千年的時候 有部分的混血 混的那一批人是台灣的平地原住民 你講這樣也是有道理 然後之後百月的人又繼續延伸 到後來的閩南人客家人 那閩南人客家人在後來的1000年 來做生意 然後有些人可能來之後 覺得台灣不錯留下來 有些人可能又來來去去 那你的祖先跟石牌那邊 那個是真的是漢人 因為石牌那個地方 他們古稱巴茲蘭 巴茲蘭 那巴茲蘭其實是 你如果去東安亞的地方 東安亞你看到那個唐人街 他們叫波茲街 巴茲巴茲 那其實巴茲巴茲 其實就是南道語族 稱漢人的講法 就稱他們巴茲 所以巴茲蘭那個地區 應該就是最早最早 台灣南道語族 稱漢人的極善地 就是唐人街 這裡是唐人街 這個我相信我們是漢人 因為老人家一直跟我講 我手奧起來這裡有一條 到底有些人物還是漢人 不過因為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說這兩邊 因為我其實為了這個事情 我有讀了一些 就是人類牽移的唐人 台灣跟你講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的頻繁到四千年前 才來到台灣 而不是在一萬兩千年經過這個 整個 因為台灣那個時候 台灣海峽是 是一個低地 台灣海峽是一個低地 很容易就過來啊 台灣的很多野獸 應該講說 就我們的看法覺得是 台灣其實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地區 就不會 我們不會認為說是一萬五千年的時候 有一個PM來 來之後再也沒人來 然後突然之間四百年前的時候 才又有人來 我們認為是一萬多年來 其實陸陸續都有了 那有些人來之後可能就留下來了 那有些人是來之後又離開來 來來去去這樣 那確定的就是說 高山原住民的 他們有部分的血緣 應該就是推算那個 那個Mutation 那個變異的那個年大 應該是一萬五千年的時候 在台灣就有了 然後在頻繁族身上 我們是從考古的部分看到說 最早最早在四千年就看到了 可是四千年前之前也許也有 那只是說現在考古證據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 也許有啦 就等看到之後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 現在我們實驗室一般的想法是說 台灣大概有主要三坡的人 一坡就是南大會族的祖先 那個最早是一萬五千年就到了 陸陸續應該還是有 可是最早是一萬五千年 那另外是平古族的祖先 他應該是在四千年前五千 不到什麼時候 跟四千年前就在台灣 然後他應該就是 那時候來台灣的人 跟當初那時候已經在台灣的人 混血流下來的 然後住在平地的原住民 所以剛剛講那個85%是講高山原住民 還是聯平部 其實應該是 混在都有加進去 應該就是全部都加起來 全部都加起來 因為真正純的漢呢 其實就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 就外死人怪 那才是真正純的 然後如果你要看 米南人客家人的話 他有一部分的選員 跟平古族分不太開 分不太開 那分不太開 有兩種合 一種可能是來台灣之後 跟平古族通婚 那一種可能是 那個選員是他們本來就共有的 可能在四千年齡就共有 所以其實也很難去分開 可是無論怎樣 這三個東西 在北方漢人都沒有 南大漁族在北方漢人是沒有 平古族的那個 百岳族的選員 在北方漢人是沒有的 所以你們的總選 如果是由北京來也可能有 我們確定是 我們確定是福建來的 百岳啊 那你也跟百岳啊 所以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 那不是都一樣嗎 那北方的就不同 要看北方的 因為福建也有點特別 我們確定是近江 而且去找過 去找過近江的那個地址都找過 你們比較慢來 我們以前來 你們以前來 你們以前 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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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也很少 他以前 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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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確定是康熙三十年 那一次進來是確定就落橋了 那你是1700年 對 對 那個電時間 你知道嗎 你是1721 你是多少 1721 那你是 1689 1689 所以應該把 你還要 你還要 1689 1689 所以 1650 你剛才有一張圖 我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上次去弄 那個漢本遺址的時候 對 對 這張圖 那個漢本遺址 在漢本 在宜蘭那邊 就是那個 對對對 但是跟你這張圖 有一個不一樣的 這張圖的過路是經過台灣海峽 他那個是太平洋那一邊 那其實是 有沒有 你在研究裡面有這種牽連在裡面 我沒有 這只有文獻上去 因為這個你很難 因為 我們現在去 南澳那個地方 去採集的 採集的 收的解體的話 基本上都會太難 可是南澳那個地方 有一個 有幾個社 現在都不見 都不見 那像 我忘記了很多社 像 猴猴社吧 猴猴社就完全消失了 那 然後呢 有一個 部落 現在像 翁佳恩老師 就把它稱呼叫馬賽族 馬賽族現在歷史上的 就是馬賽 那個地方馬賽 其實很特別 應該就是馬賽那個地方 那 馬賽族的人 他 他會做生意 他會從 其實馬賽就去搞 然後會往北到 Santiago 山雕角 然後到淡水 然後往南會到南澳 然後最南到 到現在的沙奇拉雅那裡 就是那個 那個 三戰星 就是泰魯格旁邊 三戰星 那 泰魯格是在新的地方 叫薩奇拉雅 那 而 翁老師 其實他滿相信 薩奇拉雅應該是馬賽族的後代 那馬賽族就是 從文獻上 就荷蘭的文獻上 他就是 台灣的住民 可是到處在海上出生意 然後他的貿易路線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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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他那個覺得他那個用很奇怪就是說 他為什麼不是在宜蘭 不是在花林 而在和平西北邊的一個地方 叫漢本 那地方也不大 那就靠著山 有一個遺址 而且很大 那 那個遺址現在很危險 不是啊 他那個 那個什麼 高速公路要通 出發給他通過嘛 那那個橋墩 那中央運 他們那個橋墩 居然那個文化部就 准使他用什麼 打H鋼下去保護 打H鋼本身就是破壞 然後 打H鋼然後把它挖開來 把那東西撿出來 然後地區這個地方很特別 然後地區 相傳 考古文書寫資 似乎那個時候是有 建工廠的地方 欸 對對對 有煉鐵 煉鐵的工廠 沒有錯 所以我一直覺得那個地方 很特別 很特別而且應該很珍貴 2000多年耶 對啊 而且很完整離職耶 他就為了蘇花改做食神不能改 那我們看到了4000年前的那個高古伊 然後來自北方 東北亞的選 那個是在花蓮的海邊 花蓮市的海 花蓮海邊 木瓜溪的出口 林頂納 林頂納 因為花蓮山在 木瓜溪出來山在溪 再過來就是和平溪啦 那其實 東部的大的溪 附近早期應該真的都是有 市集或是有部落 然後有很多 看起來應該都是蠻先進的技術 像玉的拆廠 然後鐵器的 像我們講不是相傳就是照船長嗎 那個文化部跟他們講說 這個不能這樣保護 他們說 我說你是不是要勒令這個高空局停工 我說勒令不行也太嚴重了吧 用商量的高空局就不理他了 他那個地方是喔 因為不知道他是哪一組 所以大家 漢北遺址大家都 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自己那一組 所以變成說 好像沒有人認養 沒有人替他拼啊 但是我怎麼看 我都覺得那個地方很特殊 就是在台灣歷史上 如果要講原住民的歷史 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才對 那他有看到那個道啊 對對對 對對對 有煉鐵 你看有種植 而且那個地方 不是一個大平原 就是說 所以說 不像是一個農業部落巨族的巨景 那 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 航海民族的一個 一個巨點 所以就 翁老師又會覺得 翁老師又一直在講 一個馬賽族 然後在北台灣到處做生的民族 然後這個族 現在根本 也沒有人講這個族 對 也許是一個不知道的族 可能就 也許就漢洋或什麼之類的 對 地中海 對 對 然後又跟凱達格蘭族好像又 因為凱達格蘭族好像沒有在海上 對沒有 沒有在海上 因為好像在七獨萬寅那個地方 有看到 似乎是馬賽族跟凱達格蘭族之間的交界點 因為看那個地名名稱 似乎是 畢子之間在那個地方是有化界的 那海邊的是馬賽 然後山也是凱達格蘭族 因為那個 那官員就應付得很好 應付過去 那一場發過了 就 繼續照一個方式去幹人家 我問一下 那個 利用抽血基因比對 的精度大概是多少 像以前 假那種 歪歪的祖先 或立腺體的母系祖先 那精確度大概兩萬年 那兩萬年 用剛剛那個都太粗了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 不是只比對 一條 那個 一條 DNA 那個 什麼 一條 立腺體而已 我們可以比很多的立腺體 不是立腺體 很多的 DNA 那個 那個 可以比很多下 所以那個精度應該可以說的 我們可以比很多的 就是它不是只比一樣 可以比很多下 所以那個精度應該可以說的 用的比較精確一點 是 那現在的 以你們現在最新的計畫 就是那個 那個真的是所謂BIDATA的 的那個計畫 精度能不能說到百年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有點 困難的地方是在說 呃 你可以如果看 像這個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可以從那個 突變的發生率 去推算那個突變應該在什麼 那一代的方式 那立腺體其實還算OK 因為像 我們就可以推過來說 像這個 這個突變點 應該在一萬三千年中間 然後這個突變點大概是九千年 然後這個突變點大概是兩千 就是 就是大概是兩千年左右 所以這邊是可以大概在一兩千年 然後在一千年以內的 其實是沒有辦法用基因的突變去推算 那 這就是難的地方 難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就變成 我的話 因為我現在我會復原的工作 就是在做 最近四五百年 那四五百年根本就沒有突變啊 所以大家都一樣啊 所以不會有突變 所以病人是我做法 病人不是在看 不是在看突變 而是看的就是說 因為 那個 chromosome 就是染色體之間 在 爸爸媽媽跟媽媽的時候會互換 傳給小孩的時候可能會互換 所以我病人在看這種互換率 因為互換的話是每一代都有機會發生互換 所以你就變成這種互換的比例 去推算這種近百年的 就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變成是說不同的方法 像歪染色體的話 它的突變率更慢 所以歪染色體基本上是最近三千年是不會有突變的 可是呢 你在看歪染色體當中的另外一段 就是STR那一段 就什麼 333344455那種東西 它 突變率就很快 就很快 所以變成是 你要可以挑 你有興趣的段落 然後針對那一段去看你想要看的東西 所以變成是說 其實都還可以做啦 就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析不同的資料 然後彼此互相參照來看 方法論 我先講突變率那邊的 我有一點想不通的啦 就是 會 因為突變以後可能會 遺傳到你的後面的子孫 都有這種突變 那也有可能沒有共同祖先 可是我 隔一段時間之後 我 產生了相同的突變 對啊就回去嘛 對啊 那你怎麼知道這兩個 是不是 因為那個紀律其實 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都是把這種 reverse回來的忽略掉 因為那紀律很低啊 因為 一次突變就等於是 十的負九四方了 就相當於對我們來講 就十的負九四方的年代 才會出現一個 那 十的九四方 十的九四方 那 也就 十的九四方 就大概 算起來就是相當於是 十一年才一個 可是十一年不是這樣算 因為我們是這樣算 因為 像說 有一個立線體 從這地方下來 他會往這個地方走 也會往這個地方走 往這個地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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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突變是在 這邊也會突變 這邊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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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你看起來好像是十億 可是如果今天是 一千個人 同時看的時候 就是一萬年 就一千萬年了 就一千萬年了 所以是可以把很多人 齊合起來之後 是可以去看這個事情的 然後 可是 現在就是說 兩次突變再回去的話 一般我們現在都忽略 因為認為那個 重複再發生的機率 是很低的 是很低的 但是這個是確定是有的 是有的 那可是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盲點 你就 沒有辦法 你什麼人 愣渣 視為不見 大家當作沒看見 那有啦 有那種是說 到後來發現是 幾個不同的資料混在一起看的時候 會發現 原法得到 共同一致性的解釋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說 那如果我們把 有一個東西 想成它是被reverse回去的時候 發現 就得到一次性的結論 這時候 我們就會把那種東西 拿進來看 所以變成是 就 是我們分析起來之後 講起來就是 你要講的話 你要講大家做講的話 就沒辦法 那個變就是界線 就在那個地方 也沒辦法 圖片其實是 每個人身上 一直都有新的改變出現 那可是雖然說 有些圖片會被保留下來 然後穿給下一代 通常這種圖片是無害的 有害的就死掉 有死掉 所以我們一般在看這種 SNIP 我們大概叫 突然就是 我們也可以講說 人跟人之間的記憶有些差異 有一些差異 我們會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 一種叫做 單一核肝酸多型性 也就是說 在這個位置上的差異 在全世界 有不同的形態 都被保留下來 那這種的 我們就視為它比較無害 另外一種就是突變 突變的話 就是指的就是說 反正就是很低的比例會發生 然後 可是呢 在人的一生當中 因為你生了一堆細胞 像癌細胞 可能就是正常細胞突變出來 因為你雖然說 就一個細胞來講 可能一萬年才會發生一個突變 可是如果同時一萬個細胞在身上跑 那一年就一個突變了 那就是同樣這個道理來看 那一般的突變 其實是有害的 大部分突變是有害的 那無害的 那無害的才會被留下來 可是大部分突變有害的話 是在人身上 如果這個細胞突變 它自然然就死掉了 它就死掉了 它就被代謝掉了 它就不會有正常的功能 所以會留下來 其實都比較無害 那有一種突變是很恐怖的是 那是我們在看的是 有些小朋友真的是長不到了 因為我們實驗室 有些做醫學人難免有時候 會分析這種案子 就是有些小朋友真的就長不到了 那長不到了 後來就發現 就是這樣 他在胎游階段的時候就突變了 然後後來就長不到了 那很多這種真的就長不到了 就長不到了 他這個人種的分開 你人種主要是 什麼寶字 什麼事情的寶字 跟我們共同的屬性 就從非洲 然後怎麼分成不同的種族 這是什麼 求生 求生 我說生理上 基因上面是不是因為 變得 是這樣的事情 是不止的人種 叫 產生突變之後 然後這個突變是無害的 然後無害的結果 那這一組的分支 可能又 在當時的環境下 是比較有適應密的 然後這個族群 或是這個家族 或這個先生 或這個男的 他可能又比較落後當的 就這樣 然後像尼亞德塔人就是 很明顯就是競爭不夠 就會滅掉 那其實生物 不是只有在人類 所以應該說整個生物的演化 都是這樣子 都是 一開始都是突變 然後突變完之後 那是無害的 然後之後 他在當時那個環境下 是可以適應的 那可能通常還是會 他可能比另外一個 要稍微有優勢 才會被留下來 那不然的話 就會 那種地方取代 就會取代 就會取代 那我們問一下 不同 我跟我們這種 那種 比較看得出來 突變 造成 外表看得出來 是膚色 就是黑人 然後 黃人 白人 紅人 就膚色 跟黑色素這些有關 可是 無論如何 這些人 只要說現在是人種 他的 等於是同分的下一代 都有繩子能力 所以我們才說這是同一種種 就是分類上同一個種種 可是我們跟尼安德塔人 可能有共同主線 但是 我聽到的資訊是 那個現在的智能跟尼安德塔人 得到的子代是沒有生殖能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說 那個染色體素格 搞不好就根本就不一樣了 那可能大突變 其實我們一般 我們現在確定這件事情是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尼安德塔人 比例不高 最高的到4% 歐洲人大概4% 亞洲人大概1% 可是亞洲人的話 有那個 另外一個叫什麼 丹尼索爾人 在西伯利亞這邊 那也是跟尼安德塔人 同期的 同期另外一隻 那亞洲人的話是丹尼索爾人 比例大概4% 然後尼安德塔人大概1% 所以其實是有問題 尼安德塔人跟現代智的結識 也是有交配 也是有交配 那還是有後代留下來 只是說那個量就是少 要不然我們現代人身上 不會帶有尼安德塔人基 還是有 只是那個量是很少的 那好像有一些目前疾病的研究 有去發現到 帶有尼安德塔人基因 比較高的幾個 幾個那個便宜 其實是跟某些病是比較有關係 對 類似的 類似的 其實那個 可能那都還是有待研究 因為沒有人敢 百分之百 因為那都只是說有關係 都會這樣講 所以不敢說一定怎麼樣 那都在猜測 猜測 可是好像不同種族 會學有沒有後代 其實覺得有時候那個很難說 不會演 只是重點就是有沒有生存效果 生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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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中海性 憑學症 對 對 那個是比較特別 那個是另外 你會像現在我們在推庫隊 都會說 難道14萬年前的時候 非洲只有一個媽媽嗎 只有一個女性嗎 我們大家都有他的後代 沒有其他人嗎 其實應該不是 應該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應該非洲也是有一群人 只是說其他人的後代 可能在你的時候就死掉了 就沒了 偏偏就是有這一個人的後代 一直被翻你下來 那你要說是一個人嗎 也許是 一群人 通通都有共同的這個特徵 所以你也很難說是一個人 除非是做實況機會去看 然後 然後 有一個 李馬利教授 比較被攻擊的是 研究倫理的問題 就是我 你們再去做那個採血 對不對 等於是那個時候是 有被 對象是都有告知 還是說早期 並沒有告知 所以 其實那個 其實就 你就這樣講我 你那個版人講 其實就是陳淑卓 陳淑卓 跟段宏坤 然後跟 跟某一位我不講是誰 但是這一位就是 後來當陳雲林來台灣的時候 會去那邊 歡迎他 我代表台灣人住民歡迎你的 就是那幾個人 在當初那個時候 因為陳淑卓在那個時候 她的太太是高金頌民的助理 那他們去也是去中國 然後陳淑卓後來的博士任文 那個名稱就是 指的就是 台灣有 就是研究台灣有一位 用基因 然後在推廣國族主義 他的論文就在做這個 那論文從而到尾就是在罵 你罵你罵你意思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 有一些牽扯的因素在裡面 他就我了解的是 林醫師是很生氣的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採血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群頭的意思 那也都有都告證的 那可是就是 陳淑卓他們就去 當地部落就去講一些事情 那講完之後 其實後來那批檢體 那批檢體後來那個 當地的那位潘姓同睦 潘姓長老他是 他後來其實是有說 不要削毀希望林醫師繼續做研究 可是林醫師 全部削毀不要 所以我們實驗室沒有 根本來做任何的潛體 又削毀 既然你削毀之後 那我就不要做就對了 我們在1990幾年 我們現在實驗室有1990幾年的潛體 IRB都還沒有 台灣根本沒有任何這種概念的時候 在1990幾年 林醫師去搜檢體的時候 全部都有簽同一組 所以其實就 比如說有時候那個就是 政治或什麼的問題 那那個可是 可是因為陳淑卓現在 這幾年也比較偏讀 因為他幫人做一陣 所以也不想特別去攻擊他 因為他也是有一定的貢獻 然後林醫師的事情 雖然那時候被擴大解決 可是後來的確對台灣的IRB 的支度建立也比較好 因為那時候也還沒有IRB啊 然後採毀一些潛體的時候 其實台灣都還沒有IRB 都還沒有那個IRB 那可是他後來有造成一些 不少問題 不少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像後來的葛瑪蘭組 有跟我們實驗室聯絡說 希望傳奇 那我們拒絕 譬如說 不要啊 我們找你們到時候又被攻擊 什麼樣就不要啊 所以葛瑪蘭組其實 我們在分析原住民學院的時候 其實葛瑪蘭組一直都被 就沒有 那像現在的話 他造成問題下去 連中醫院的台灣IRBANK 他們有收原住民檢警 可是也是不能做那個研究分析 所以台灣目前 如果我們認為 基因的研究跟疾病跟醫療 未來的發展有很大關係的話 其實原住民在這一塊 是徹底被忽略的 是被忽略的 那這個東西林醫師也有問我說 該怎麼辦 可是我又很殘留跟醫師講一個問題 是 高山原住民當中 阿美族大概10萬 太亞族大概7萬 然後像卡拉卡夫 最近才成立的那個小雲村那邊那個族 只有500 那布隆族也是幾千人 就是他們的族群數目已經小到路 就算整個族群全部都基因進去 做疾病基因的分析 也沒有統計你的顯著性 病人事也沒有意義 那唯一值得做的 其實講起來很殘忍 只有阿美族值得做 可是阿美族很健康 他是所有原住裡面最健康的 因為他們有那個所謂米田堡血型 我們實驗室民事有特別做一個 米田堡血型 擁有米田堡血型的人 他經過肌肉運動之後的呼吸 恢復正常的速度 鼻板很跨 所以台灣你看到所有的運動選手 所有職棒選手 全部都是阿美族 然後都由米田堡血型 所以就變很麻煩 阿美族人最多 然後他又越健康 阿布隆族 有些族他是 其實真的是比較有問題